保罗之帐篷的重要性 笔者在上文画了较长的篇幅来阐释 保罗之帐篷的大小环境及保罗之帐篷的性质 现在一起来看看保罗之帐篷的重要性 圣经记载 路加福音时期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约翰福音四三十六收割的人得工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罗马书四四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提摩太前书五十八 因为经常说 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 不可笼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作为使徒保罗为主传福音 他自己非常清楚 他完全可以领受教会的供给 他自己不单单在罗马书当中说明了这个道理 同时他也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当中 赴儒下的论述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不由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 有谁当兵自备良想呢 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 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拳柄 到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参看哥林多前书九四章十二 彼者看到保罗之帐篷之所以重要 一方面之帐篷为保罗提供生活来源 保罗要叫人可以免费得到福音 保罗之帐篷之所以重要 另一方面考虑到哥林多教会会众的经济情况 保罗没有在那个时候接受哥林多会众的攻击 不要给教会增加经济负担 也避免因此造成教会众的纷争 保罗反而极力鼓励哥林多众信徒效法他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攻击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不住软弱的人又当即 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寿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二十三十三杠三十五 保罗之帐篷 为福音传奖做提前预工 更为重要的是 使用这种方式接触福音对象 将拯救人的福音传给属上帝的人 总而言之 保罗之帐篷 不单单为自己提供了生活所需 同样减轻经济困难的教会的负担 使得福音对象免费得到得救的福音 以此方式更加容易接触福音对象 将福音得救的福音传讲出去 使徒行传十一十八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于上帝 说 这样看来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革生命了 作为耶稣 呼召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 罗马书十一十三 他甚至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来是要使 扬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十弊 词曲统筹